1987年 年已88岁的聂荣臻 因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 之后的聂荣臻 依旧时时关心着中国军队的建设 而国家尚未统一的事实 也经常让她忧心不已 对于晚年的聂荣臻而言 女儿聂丽无疑是她最大的安慰 女儿聂丽不仅孝顺懂事 而且还继承她的衣钵 成了一名优秀的女军官 此时的聂丽虽已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只要得恐 她就会回来陪伴父亲 父亲因重病退下来以后 业力更加频繁地陪伴父亲 自打退下来以后 叶荣臻越发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要不行 在这期间 她曾几次因为突发心肌梗塞而被抢救 其中一次是1989年7月 在北戴河疗养院疗养时 一次是1991年3月 在北京景山东街的寓所时 1991年返病时 叶荣臻住院了两个半月 那次大病出狱以后 聂丽发现父亲只要稍一运动 像吃饭 起船 如厕等日常的活动 她就气喘吁吁 说话时 上气皆不上下气 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聂丽知道 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 她已经预感到 父亲将不久于延世 荣马一生的聂荣臻 在1992年时 预感到自己大陷将至 2月14号的诞天 她将秘书周军伦 陈克勤叫来谈话 大意是 我已经93岁了 算来入党已经70年了 我一生死而无憾 死而无恨 现在病情日渐沉重 你们要做好准备 此时 恰是她离世前的三个月诊 随着聂荣臻 身体机能不断下降 医院也越发重视 她的健康状况呢 3月1号 医院告知聂丽 必须让她绝对休息 不念文件 不读报 不做汇报 不听新闻 然而 医生的建议并未被聂荣臻采纳 她坚持不肯休息 理由是 自己干了一辈子革命 是无论如何 也停不下来的 聂力迫于无奈 只得不断地和医生反应 最终 医生妥协了 但他们依旧规定 不得向她汇报任何事情 看书 看文件的时间 也要严格控制 4月2号 301医院发出病告 聂帅心理衰竭 病情危重 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这份病告 等于是病危通知书 聂力收到通知后 忧心不已 她积极动员父亲 前往医院住院治疗 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叶丽并不知道 父亲拒绝入院是因为 他已知道自己的大限 他不想做过多的勉强 身为扶帅的叶容真 做此决定 也因为他想让自己 有尊严地离去 叶容真不肯去医院 也不愿意女儿 放下工作陪着她 在她的眼里 为国家做事 比任何事情 都要重要得多 四月十二号的那天下午 继叶容真去世前一个月 叶丽去上班后不久 叶容真突然将两位秘书 叫到身边说 我心里衰竭 恐怕很难度过这关 之后 他坚持要录制遗嘱 录制遗嘱的过程中 叶丽回到家 但他意识到父亲 是在录制遗嘱时 他忍不住啜泣起来 叶容真却安慰他说 死我是不怕的 这是自然规律 人活百岁 终有一死 你们不要为我悲伤 叶容真当日所留遗言的 最后一句是 我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 牢记科技新国的重任 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重商距离 为祖国争光 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5月12号 继聂容真去世前两天 他感觉身体更加不好了 随即他开始交代后事 他对两位秘书说 我的后事安排 一切从简 按中央的指示板 据事之中 他都为何女儿交代太多 就多少是因为 他怕女儿一时接受不了 5月14号 即叶容真辞世的当日 他和往常一样 听警卫员参谋李毅 为他读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 下午他又听秘书念了文件 聂丽见父亲一切如常 便出门去了 那日的他 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 于是临近晚饭时 他决定提前回家 淡晚一切如常 可聂丽的心里 却依旧很不安 叶容真看完新闻联播后 又看到火动物世界 看到一半时 聂丽为了让父亲休息 提前关掉了电视 之后 叶容真和两位秘书 进行了最后的对话 他询问了自己的 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工作 得知该书正在排版后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叶容真之所以如此关心军事文选 是因为那是他晚年 亲自整理的心血 他迫切想尽早地 将自己多年积累的 这份精神财富 留给后世 两位秘书离开后 叶容真对妻子和女儿女婿 说了最后的一句话 内容是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这里没事了 叶丽没想到的是 这句话竟成了他们此生 最后的对白 就在当晚 叶容真在睡梦中离世了 他走时很安详 叶丽后来在回忆路 山高路远 我的父亲叶容真里 这样讲述父亲的离去 他说 我们离开他卧室半小时后 他没有哼一声 也没有说一句话 没有任何痛苦 不知不觉的 就在睡梦中 安详地离去了 那一刻 是1992年5月14号的 22时43分 但年 叶容真年93岁 叶容真的葬礼极其隆重 专言肃穆的葬礼 为他的一生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葬礼后 叶容真的部分骨灰 被扫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 一棵苍翠的柏树下 柏树旁立着一块 在汉白玉的标识 上面绢刻着他八十岁 自提的两句话 洗松柏之气改 念四话之早晨 叶容真的另一部分骨灰 被送在了戈壁滩上的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烈士陵园 自此 老帅的阴魂 永远安息在了 他曾经倾注了 无数心血的 大墓深处 无数心血的